中期电影院继续拯救世界 却见不得他这么安逸 背地里偷偷把他曾经的下属全KO了 某天午饭时 船外突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 来者这是大魔王曾经的领导 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守县们遇害的恶好 领导让大魔王小心点 为了保护父女俩 还留下了两名特种兵 他们能行吗 当然 不行啊 没想到直升机刚飞走 树丛里就钻出一群杀手 两名特种兵根本顶不住 幸亏大魔王身手命捷 危机关头刻不容缓 那边真可爱已经藏到床底 这边大魔王立马跑去小木屋拿武器 但大魔王一回来就发现 特种兵下线了 真可爱被带走了 只剩下个带话的 想要女儿 就得乖乖跟我们合作 你说你惹她干嘛 大魔王坚持效率的一维为原则 也有这时间瞎逼扁 还不如立马开车去救女儿 无奈引擎被搞坏 大魔王再次发挥近人臂力 徒说把车推下山坡 打算借了这股劲 拦截卢总女儿的坏蛋 然而他翻车了 车子重重落地 当场爆炸 虽然大魔王自带主角光环 子力逃生 但他逃不过被敌人层层围住 人群中走出个小胡子 是曾被他赶出特种部队的下属 卢索 想不到吧 我来复仇了 说完卢索给了他一枪麻醉 等到大魔王醒来 就看到这么一幅画面 你醒了 手术很成功 不得不索 80年代的美国电影 镜头充满了哲学气息 原来小屁股下巴boss 被推翻下台之后仍然不死心 他要大魔王去刺杀现任大总统 重铸昔日荣光 连收拾行李的机会都不给 卢索直接把大魔王押到机场 还带了两名大将跟着他 铁丹负责定着飞机起飞 阿黑负责贴身监视 有任何风吹草动 真可爱都会死 此时的大魔王愤怒直报表 等级之前 铁丹满嘴跑火车 大魔王对他表达了满满爱意 就你有嘴一甜巴巴的 不过我喜欢 会让你多活几期 单级之后 大魔王贴心地给阿黑要了坦子和枕头 空姐一离开 胳膊肘一用力 直接让阿黑长眠 并告诉空姐 别打扰他 接着他穿过行李舱 打开舱门 抓住起罗驾 瞄准时机纵身一跃 不愧是主角 罗地间没有成河 铁丹大魔王顺便洗了个澡 接着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距离飞机降落还有11个小时 在这之前必须救出女儿 铁丹丹严丑飞机起飞 以为万事大吉 转头就开始撩妹 然而被撩的朱古丽 并不想搭理他 于是朱古丽躲 铁丹追 朱古丽再躲 铁丹再追 丫头别张了 眼神是骗不俩人的 我建议你去检查一下脑子 被拒绝的铁丹妈妈咧咧 退出群聊 朱古丽刚准备开车 却被一只大手 遏住了命运的后脖颈 此人正是大魔王 只见他一把拆掉副驾驶座椅 才勉强把自己整个塞进去 跟上前面那辆小黄蜂 面对这么大一坨 朱古丽哪敢说话 只能乖乖照做 路上大魔王不忘解释 我信任的朋友都想置我于死地 认识你只有五分钟 我也希望你死 两人跟着铁弹来到商场 为了避免暴露 当魔王向朱古丽摊牌了 他的女儿被绑架 开小黄蜂的小子 要是发现他 坏人就会杀了他女儿 帮我把他引到这里来 好的 猜怪咧 朱古丽向宝安 举报了大魔王这个变态 宝安大叔一仇 这肌肉太狠了 立马召集了大魔王兄弟 陪着大魔王玩起了割草无双 如此胸目的一幕 悄悄被铁弹看到 意识到大事不妙 铁弹碗如拖镜的野马 狂奔进电话亭 他要向大boss汇报大秘密 大魔王第一个不同意 只见他躲过铁弹的子弹 徒手道巴电话铁 一群宝安及时赶到 试图用数量制服大魔王 结果全部被大魔王凶悍的气场弹开 铁弹趁机逃进电梯 大魔王拿气球当绳索 上眼空中飞人 铁弹开车逃离 大魔王带上朱古丽继续追 一红一黄两辆车 一路你追我赶 玩起了速度与激情 铁弹肯定不是主角的对手 连人带车被撞翻 怒火中烧的大魔王摸出了一把驴管钥匙 滴溜着铁弹的大腿拿到悬崖边 说好的让我多活几集呢 你知道从二楼和二十楼掉下去的区别吗 二楼是怕 二十楼呢 时间还剩八小时 大魔王开着小黄蜂 直接拿到铁弹柱的驴管 正翻想倒柜找线索呢 另一位不知轻重的反派鲁弹登场了 你动我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试 哎呀不好意思啊 用力过猛 鲁弹狗带了 然而在鲁弹的车里 捡到了掉落的线索 一张飞机加油站的单距 这不是巧了吗 朱古利正在考飞行执照 经常去那里加油 那就赶紧出发吧 我们开他的车 反正他以后都用不着了 到达目的地 大魔王轻松扯断锁链 找了一圈间没有女儿的身影 敲晕几个龙套后 他们发现 办公中的地图在某个小岛换了个圈 结合水上飞机的照片 朱古利柯南上身 这飞机加满游 正好够飞到小岛一个来回 真相只有一个 真可爱就在那 出发前 大魔王得准备好装备啊 刚好隔壁军火超市在搞零元狗 大魔王开着铲车就去了 大魔王 被警察带走了 朱古利在A车武器悄悄跟上 瞅准时机扛起了火箭筒 大魔王成功获救 两人直奔码头 找到了年久失修的水上飞机 朱古利平日三脚猫功夫一同乱按 再加上大魔王猛的一拍 飞机竟然摇摇晃晃的起飞了 两人连夜飞往小岛 另一边 BOSS已经上岛 把真可爱关了起来 甭管大魔王杀不杀总统 最后都要杀掉他 真可爱也没闲着 千方百计想要逃跑 终于 迎着第一道曙光 大魔王和朱古利到达目的地 此时此刻 飞去刺杀大总统的飞机也降落了 早就断气的阿黑藏不住了 时间紧迫 大魔王让朱古利留在海上求救 只剩一人成的皮划挺登岛了 阳光下 他的肌肉竟然会发光 上岸后 大魔王全副武装 画上油彩 备好武器 准备学习反派老巢 你过来啊 大魔王暗中观察 先用定时炸弹打了声招呼 整个岛上瞬间火光四射 你放几个简人在那里是几个意思吗 随后 那魔王开启了一条命通关模式 在多次战路和走位交迫中 大魔王的额头终于轻微擦伤了 他只要躲进一间小破房 中场休息 敌军立即上前围住 十几把机关枪火力全开 突突突突突突 房子都被打成蜂窝没了 谁知道大魔王早就躲在了屋顶 他一跃而下 崴起小李飞刀 干掉虾兵蟹匠 迅速填包 在他的BGM里 没有人能战胜他 你不要过来啊 大魔王脸上毫无波澜 肌肉熠熠生辉 继续围堵扫射 送更多菜鸟敌军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眼看手下的兵越来越少 大BOSS终于舍得出来了 两人正面刚 大魔王一个翻身 结束了他的生命 就这 不要命的卢瑟 劫持了真可爱 关键时刻 主角又开始发动嘴炮技能 卢瑟定力不够 他选择放下了枪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双双摔下护栏 卢瑟来到了人生巅峰 单方面毒打大魔王 然而巅峰很危险 下一秒 大魔王一使劲 直接把卢瑟推向高压电网 顿时空气中 弥漫着烤肉的味道 直接在LUSER身上对穿 场面过于血腥 建议从手指锋里观看 终于 大魔王一个人 炸了整个军队 真可爱获救了 电影里日常迟到的救援队赶来了 你还留了什么给我们 一堆尸体 哇好可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些女孩千万别惹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她的老爸有多能打 江湖流传的手机壳 也是出自于此 感谢缺导小伙伴 可以去重温下经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想收看 更多精彩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并按下小铃铛哦 我们的口号是 狗事狗事狗事